你提起香港人 中國人 當然大家都喜歡吃 除了吃招 還有一件事 共通 是什麼 是錢 賺錢 我想大家都不會 否定 中國人很喜歡賺錢 從早到晚都不斷賺賺賺 賺了一大堆 很多人也不用的 很會孤寒的 都放在銀行 搬去那裏 搬去那裏 又很害怕 但是賺錢一說 大家就興奮了 哪裏有錢賺 精神 逆逆 賺錢 賺錢 中國人 香港人 最喜歡 所以說投資 買樓 買股票 興奮到不得了 從小開始都是這樣的 說起賺錢 我們看看 世界上 最有錢的人是哪幾個 他們賺錢當然是最厲害 今年就已經前幾年他一直一直攀上來 有時都贏了 Eon Mask 那位就是阿洛先生 Bernet 這位法國的 LV的擁有人 大家有沒有想過 他明明是做時尚品牌的 大哥 過去那段時間是什麼 COVID-19 COVID-19 當然是大家都不去街 又不去派對 為什麼這樣呢 為什麼他越來越有錢呢 尤其是 很多的 即是法國品牌 意大利品牌 已經一個一個倒下來了 為什麼這傢伙這麼厲害呢 可以這麼厲害呢 他也是做時尚品牌 為什麼這麼厲害呢 別人做電動汽車 Eon Mask 或者發射衛星 全部都是新科技 這樣就合理啦 賺大錢 或者印度 一個新的國家 興起 工業 又要取代中國 把中國的製造業全部拿過來 這樣就不奇怪了 印度有錢人 他又壟斷了這個 發財了 為什麼 一個這麼古老的歐洲的大國 法國 做這些古老的職業 真是對 現在這些科技的新的 教這些 Internet 大家那些 這些很舊的工業來的 買一個袋一個袋 買一些香水 多舊 零售啊 批發啊 造品牌呢 多久的東西 在網上賺錢啊 壟斷廣告 為什麼他會成為世界首富呢 是不是很有趣呢 我可以告訴你 你可能不知道 他在網絡上 因為網絡成行 他賺了很多錢 這個就是 真是聰明的人 眼光的徹底不同 你以為 網絡就是幫 這樣的 高科技的企業賺大錢 你就要學習一下 不是只有一些人說 勤力呀 怎樣呀 怎樣呀 什麼東西 不是的 你知道這個世界 2000年之後 全部是網絡世界 網絡為什麼會使得 這些LV 這些品牌 反而賺了很多很多錢 你真的要 知道 一會兒我講 給你時間來思考 一邊講 一邊想 好不好 介紹一下這位 Bernet先生 這位阿諾先生 他就是 在法國 北部的工業區那裏 成長的 當初的時候 他是想著做什麼 要做音樂家 你知道 法國的人很藝術的 當然是很有 藝術的表演出來 然後 做音樂家 你說多厲害呢 誰知道 天分有限 鋼琴他彈得挺好的 對我們來說 相比我們來說好 法國 你真是不相信 我又買過房子 又住過在法國 你隨便踢動門 每個人都是 音樂家來的 很厲害的 他不是很厲害的 彈鋼琴很厲害的 很有藝術修養的 真的跟 一般的中國人 最近才看過新聞說 上海 賣鋼琴 賣得越來越少 因為為什麼要加張計算 中國人就是這樣 你投入那麼多錢 每個月又學那麼多錢 學學學學學那麼多年 結果是怎樣 純粹是一個嗜好 有沒有什麼 income 有沒有什麼賺分 沒有啊 別投資下去啦 不如把錢跟小孩子 到處逛逛逛 看多些東西 注意處理的東西 中國人就算得這樣 但是 法國人當然不是 兔野性情 對整個人的 文藝氣質 文化水平提升 當然不同 所以這位 Bernard先生 他很喜歡彈琴 但是做不到這個 音樂監點 進了阿爺的建築公司 因為後來他讀了工程系 一直做 做這間 北部的 工程公司 但是在他的心裏 他就希望 做一番事業的 不是說一輩子都做了這些 家族生意 不要引不夠勁 有一次 改變了人心 怎樣呢 搭的士 他走去巴黎 那裏 搭巴士 搭的士的時候 跟那個的士司機聊天 即是我們這些人也是 去到很多地方 跟那個的士司機聊天 因為他很認識 整個環境 他還問那個的士司機 你認不認識 當時的總統 蓬佩奴 蓬佩奴 然後 那個的士司機 說我不認識 不過我認識Dior 是 這一句說話 對 阿樂來說影響就大了 原來 法國的品牌 是比 總統更加 明星更厲害 大眾對這個 這些名牌 追求是非常之厲害的 他就一直印在腦海上 記住 後來 到了一位 社會主義的米特朗先生 當了總統之後 當然 當然 凡是社會主義 就對 你們這些資本家 就不太好 法國的經濟環境 比較差 阿樂 和家人都會移居到美國 在一個部門 打算發展一些有規模化的企業 去美國也去學習 美國人去經營企業的模式 法國人又有很多是不同的 美國人 就狠辣很多 他一直在想這件事 直到1984年 就有一個 特別的轉變 就是他知道 有一家大家都很熟悉的Dior 經營不善 他的母公司是一家 尿布公司 已經很不定了 蝕錢了 法國政府要幫他找買家 阿樂知道之後 第一時間 跟他談 他剛好 透過美國去做生意 他認識了一些 投資銀行 有一家投資銀行 就肯支持他 於是 他 投資銀行給了100,000萬美金 他自己就拿了1,500萬美金 去投資了 在這家 Christian Dior 買了這個品牌 當然不是買了所有東西 他部份的東西已經賣出來了 當擁有了這個品牌之後 大家就覺得好 有一個法國人 擁有了我們的品牌 就會保護我們的傳統 他這些東西是挺有惡的 因為為什麼呢 法國傳統的品牌 就是因為他有很多工人 整個生意 就很 轉不了身 你知道他裏面有很多的制度 令到你又不可以炒 不可以炒路 你沒有辦法 可以好像美國做生意 那麼狠辣 這樣 他又想你繼續經營 但是又不想你 處理那個公司裏面的 他希望你繼續保持傳統 慢慢做 法國人是這樣的 結果 阿樂 因為他去了美國 他明白美國處遷的方法 他手起倒落 哇 第一時間 解僱了9,000個員工 賣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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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不同的業務不斷賣掉 拆掉了骨 那麼 竟然經過他 轉了大輪之後 賺了5億美元 帶了自己的袋 其實Dior是很有潛質的 但是你要狠心狠辣 去做這件事 將他整個公司拆骨 不要浪費錢的傳媒 即是不要了 美國人就是這樣 但是他不肯賣給你美國人 想著賣給你法國人 你不會這樣做的 你會對我們很好的 你會不會這樣做的 這個法國人 原來不優雅 所以他被稱為 披著 羊皮 的狼 這個 就是大家對他的稱號 那麼 當然 他跟著就希望 買這個 Dior的香水部門 因為當時已經賣了給LV 那麼 他就看看機會 為什麼呢 因為LV就已經傳落在下面 有不同的LV的後人 以及其他人 去持有股票 那麼 這一間做皮甲的公司 當然是非常出名 曾經 跟 阿波倫三世的老婆 做過他的行李箱 真的很出名 大家拿著LV 真的 走到去哪裏 人家都覺得你很厲害 是不是 品牌就是這樣 那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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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 阿洛就 跟這個LV的後人 一起 將他原本的CEO 推走了 然後到最後 又是得到投資銀行的支持 他就 買了 這個 LV 這個品牌 那麼 買了LV品牌之後 他就繼續 拿了不同的錢 去買其餘的 什麼的 時尚品牌 香水 珠寶 手錶 葡萄酒 這堆東西 結構成一個非常之龐大的 時尚集團 你要去做到這些 那麼厲害的一個集團 我全部都是說時尚 你要有你自己的target 投資銀行看到是什麼 這個人很懂得包裝 他怎麼包裝這個時尚呢 你要漂亮嘛 你要高貴嘛 每個人 給錢去買 他不是雞 中國人就是這樣 性格比啊 你這些皮多少錢 壓出來多少錢 我做的A貨就好過了 中國人是這樣看的 但是 歐洲人 美國人 有錢人 他不是這樣看的 為什麼我要 拿你的包包呢 是代表了什麼呢 高貴 時尚 很帥 厲害 那麼他就會 做一些很奢華的 旗艦店 說這些旗艦店就是有錢人 來到 覺得自己很偉偉 說我和你普通人 去的店舖是完全不同的 所以他佈置得很漂亮的 很奢華的 旗艦店你去過法國 歐洲那些旗艦店 很恐怖的 真的 魂大九大 你普通拿著幾千萬身家的話 你都震了 那他就贏了 然後 又會懂得 跟不同的 最時尚的藝術家合作 做一些不同的東西 這樣 大家會覺得 你很高尚 厲害 還要找一些 最美的 Top Model 然後 找他們做代言人 拿著我們的手袋 就像他們那樣漂亮 厲害 那麼 他又會去將他們的品牌 做一些 比較便宜的產品 當然 同一樣的產品 比起其他 他都是貴的 但是 這件事因為 相對來說是便宜的 比如說 買口唇膏 你也有 LV 你也有名牌 於是每一個人都可以接觸到 買到 這個 超級品牌 他會做這件事 令到全世界 全部所有人 你只要喜歡名牌 你也要擁有 他部分的東西 這件事 大家有一種 覺得 佔你的 高貴氣質 在 阿洛這種 方式之下 他 將他自己的皇國 越來越打造得 非常之成功 甚至乎又去買酒店 倫敦的酒店集團 都被他買了 裡面有什麼東方快車 基本上如果你是一個 有錢人 你就可以浸淫在他整個的豪華生活 那個時尚生活之後 你覺得 厲害 我就真是 與眾不同 當然他也會輸過 競爭這個Kucci 輸了給他的對手 後來他也將 Hermes 這些牌子 這些股份 他都賣了 當然 其中 加洛福 是輸得比較慘痛的一役 因為 大家知道加洛福的方法就是 購買一個地方 然後租購他 加洛福就不賺錢 他周圍 加洛福 商場 周圍的地方 租給你 就賺錢 但是因為太多競爭出來 所以 越來越做得不好 亦不會做到很高級 所以後來他也是 將加洛福的股權慢慢賣賣賣 好了 我們首先要講一下 講到這裡 稍後再講一下 阿洛先生其餘的生活 撞了什麼 先講一下 他為什麼贏 剛才也說了一件事 你 明明是這個網絡時代 你有什麼理由賣這些名牌會發達呢 所以呢 做生意真的有眼光 有分析能力 有看遠一點的方法 你想不想到 讓我講出來 看看大家認不認同 其實 進入了這個網絡時代之後 我們不再需要去參加那些所謂什麼的 派對 或者是舞會 那些才是 你知道那時候的女士 什麼東西 才會展示自己的美麗名牌 錶也好 項鏈也好 什麼什麼 一大堆 真是好像TVB的台慶 那時候 黑才扮演出來 或者是紅地毯 原來網絡時代是不需要的 網絡時代是什麼 每人 都有你自己的 Facebook 又或者類似的東西 是不是 IG 你會分享你自己平日的生活 你留意一下 每一個女士 或者是某些男士 他都很喜歡曬東西 曬一下自己 說我今天在哪裏喝下午茶 hi tea 我今天去了哪個高貴的地方 很喜歡曬 你曬 我曬 每個人曬 覺得自己很高貴 你在曬東西的過程當中 難免 要買條胎 買帽子 買衣服 買個手袋 買個錶 那你不是怎樣曬東西 所以 在網絡時代 每一個人 都要為了顯示他自己是一個高貴 有型 時常的人 了不起 他就要身邊 帶著一些 不同的品牌 不是你的照片 照耀 你看看哪個明星 Asa 阿嬌 突然暴露了 後面那裏 你看看整個櫃呀 全部都是袋呀 喂 他是 特意暴露 還是 不小心暴露 這些 就是曬東西 你要曬 你看看他的房間裏有三四十個 這些袋呀 他那裏有多少個 這些 就很重要 令人會覺得 你真是高貴 高貴 不是因為你有沒有知識 不是因為你有沒有藝術氣質 而是因為你有手袋 亞洲人 尤其是亞洲人 特別是 剛剛興起 很有錢的中國人 就很喜歡 透過拍照打卡 曬一下 哇 哇 阿樂就開心了 因為 你日曬夜曬 把照片裏都需要有他不同的品牌 的產品 那他就發達了 大哥 你不去買這些東西 你不能夠攬著手袋 別人會笑你的嘛 上次你兩年前 或者三個月之前 你是拿這個手袋呀 你沒有別的手袋呀 下面一個評語 你就老套啦 於是乎每個人都要買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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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買所以LV 出完這個又出那個 當然他有很多個品牌呀 其他的品牌 都是這樣 我覺得因為這個時代的改變了 大家不再需要一些特定的場面來曬東西 你去曬他的牌頭 你平時都可以 甚至乎 換幾個手袋都可以 於是乎 這些品牌 就突然間 很大量需要去供應給這個社會 我很 覺得認為 阿樂就是看準這個 他會知道 你不要以為這個社會起起跌跌經濟 但是 網絡已經存在了 因為透過網絡 大家的訊息不斷交換 很急 很快很多 越來的圖片越清晰 不是那麼老套 拿著那個A貨 走去半島 喝High Tea 你都無謂 那人是想告訴他 我是 挺帥的 挺棒的 你看看我 拿著東西多貴 很多人的心理是這樣的 於是他就入了這個 時常的圈套 大家 就會 很努力地賺錢 買幾十萬的袋 給錢 阿樂 給錢LV 這個集團 這個老闆 阿樂先生 成為了 世界最有錢的人 多謝大家 是不是 因為 你又給錢他 他又給錢他 給呀給呀給呀 好過以前啦 等開Party 等什麼 周年晚會才裝美麗 現在不用啦 現在天天都是啦 開不開心啊 不停拍拍拍拍拍拍拍 打卡打卡打卡 旅行便宜啦 但是你手袋 就幾十萬的 死不死 個個都要 因為為什麼?你的朋友有,你沒有,就很老套了,很不可以 所以阿諾 是透過這個網絡世界,他看到 這個情況 於是 非常之大膽去投資其他所有的 時尚品牌 實際上 他看到他越來越成功 越來越成功 他是用一個家族方式去控制他這個企業的 他說他還未找到 究竟哪一個人 可以完全承擔,可能他都是分開幾部分 一般的家族生意都是這樣 但我們看看阿諾的成功,大家都可以參考 除了說,當然是這樣的 即是很早起床,一天做12個小時起碼 諸如此類的事情,各個富豪都是這樣的 應該Mars都是 發生醬而已,大家都聽得多的這個故事 但是阿諾有一個很喜歡回答別人的一個 答案 他經常說,哪一個多厲害,哪一個多厲害,哪一個多厲害 他們有沒有 真正解決事情 的方案 這個 是 很重要 因為 其實 做生意面對很多不同的問題 人人都會遇到有不同的障礙 突然間這個攻擊你 那個又有什麼事情發生 這個又可能經濟有問題 那 鬼不知道一大堆問題出現 但是 你有沒有解決這些問題的答案 是真是能夠 解決答案,我們發現了很多在網絡上面 很多人就會 感嘆 都是這樣啦,以後就是這樣啦 90%多的人都是發出一些怨言 發出一些 不開心的事情,或者是 很厲害呀 你說一大堆這些 情緒發洩 當然是好的 人都需要有情緒發洩 但是 解決不了問題 你如果 你要想 賺錢 你想 越爬越高 你就必須要有 看到那件事情 解決那件事情的方法 你有這個能量 你就行了 所以阿樂經常說 遇到有問題 人人都是這樣的 他營運一間這麼大的公司 79個品牌 分開五個部份 這麼誇張 大佬 有時間搞啦 68個國家裏面有4590間商店 大佬 真是小事 老闆 怎樣 能夠令到你的集團 越賺越多錢 競爭能力越來越高 他告訴你 就是時時刻刻 一定要 對問題 針對問題 找出 解決方法 要懂 懂得 透徹地理解到 背後 有什麼方法 去解決那個問題 這個就是最重要 你想到 別人想不到 你就贏了 人家看 原來 品牌 差不多了 因為還哪有那麼多有錢人的聚會 但是他看到 不是呀 你打卡 就很多人買了 所以 捕起的品牌最重要 怎樣捕起它 找多些代言人 找些藝術家包裝 你 拿著這個手袋 不是一個 奢侈品那麼簡單 是一個藝術品 藝術品就不同了 跟達文西在一起 多厲害 拿著 蒙羅麗莎 一起出街 你以為好像覺得自己是一個 很有品味的人 藝術家 厲害 看到 這些法國人 很厲害 這次 說了有關於 這位阿樂先生 他怎樣 賺你和我的錢 我少買了 年輕人買多一點 你們可能買多一點 下次再有機會 講其他 有錢人 他們怎樣 用他們的方法賺錢 是很有智慧的 你喜歡聽這些故事 記得留言 記得點贊 拜拜 拜拜